台中捷运线的规划已经超过了20个年头 行经的台湾大道或者是更多人习惯称呼的中港路 看成是台中最重要的干道 塞车更是这条马路的日常 然而正当台北跟高雄的捷运一条接着一条开通 还有路线准备动工新建 台中捷运线却迟迟等不到行政院的核定 更被质疑是为了选举的政治操作 所以这条中部都会区最重要的捷运 为什么命运那么坎坷 台中捷运的规划作业从1990年开始 当时的台中市人口为76.1万 主要发展区还在文新路以内 鼎鼎大名的七旗还只是一片空地 或许是因为这样 直到1998年才正式完成 蓝绿红三条路线的规划作业 不过当中只有绿线没有太大的调整 现在通车的路段仍然大致维持当年的规划 而蓝线跟红线都有着不小的变化 当时的蓝线全长16.7公里 由最西端的东海大学开始 往东南方向行经中港路 进入台中市区之后 转向明泉路继续往东南 接着穿越台中车站 沿着正新路太平路中新东路 抵达位在太平的终点 除了七旗以西的路段是高架之外 其余都规划以地下兴建 并设置14座车站 而机场则预定在太平的终点旁 然而由于当时的台中还只是省辖市城级 在中央政府挹注资源比较少的状况下 最后只有连接高铁站的绿线正式进入工程阶段 而蓝线跟红线则是遭到搁置 不过正当台中都会区的人口 以大于其他都会区的规模 快速增长的同时 2008年通车的高雄捷运红线 局限运量表现却不如预期 使得时任交通部长的毛治国表示 除了台北之后 没有高运量系统的市场 台湾其他地区要以中运量或轻轨 甚至是公车捷运BRT的方向 来发展大众运输系统 接着在2009年 随着台中捷运绿线即将开工 毛治国直接指明将会成为未来的灾难 要求台中市签下窃捷书 对于捷运必须要盈亏自负 当然从现代的角度来看 台中捷运绿线的运量并不乐观 但是当年台北捷运刚开通 只有一条木炸线在营运时 运运量其实也跟现在的台中捷运绿线相仿 不过交通部仍然在2010年 退回了台中捷运蓝线的规划 同时要求各地方政府 先以公车培养运量 才能讨论捷运的新建 所以台中市交通局 就此展开公车捷运BRT的规划 第一条路线也选定在 原定新建捷运蓝线的中港路上 随着台中的发展 已经逐渐往西侧扩张 BRT蓝线并没有跟1998年的捷运蓝线范围一致 反而是从更西端的禁一大决开始 东侧也没有到太平 只有到台中车站而已 只不过可能是为了抢正机 BRT蓝线在软硬体都还有不小缺失的状况下 就敢在2014年7月选普通车 而当时全线21站当中 竟然有高达10站是无法上下车的 这也使得BRT蓝线毫不意外地 成为当年台中市长选战的焦点之一 年底选举胡志强连任失败 新上任的林嘉隆市府 随即在隔年宣布废除BRT蓝线 使得这条台湾规模最大的BRT 仅仅不到一年的时间就走下历史舞台 然而BRT蓝线终究是为了捷运才出现的产物 在BRT的计划执行的同时 捷运蓝线的规划也有所调整 原本的路段没有太大变动 往西继续沿着中港路跟中七路 险经沙路跟无期市区 并在台中港设置终点 全长29.5公里 一共22座车站 至于高架转地下的路段 则从七骑往西移到国道一号的西侧 同时预计才两阶段新建 第一阶段为东海别墅到台中车站 机场由原本的太平移动到东海大学旁 第二阶段则为台中港到东海别墅 以及台中车站到太平 而在台中港还会另外设置一座机场 供延伸段的列车停放 不过讽刺的是 前面这些规划在2012年完成 送入交通部审查之后 交通部竟然表示 捷运蓝线跟BRT蓝线存在静和关系 要求台中市政府重新评估 这也给了2014年新上任的林嘉隆市府 良好的缩帖来废止BRT蓝线 紧接着再更改捷运蓝线的规划 全线阶段为只剩21.3公里 只剩下沙路车站到台中后站 其余纳入远期路网 阶段后的路线及设站位置 大致跟前几个版本相同 比较大的差异则是沙路市区改以地下方式兴建 路线由中期路往南挪动到正南路 而远期路网则舍弃太平 计划该往大理雾峰延伸 而整体的捷运路网规划 也因此跟过往有着极大的差异 在2016年年底 交通部通过捷运蓝线的可行性研究 此时的中央政府已经轮替 对于轨道建设的态度转为大力支持 不过由于台中市政府 决定再次将捷运蓝线延伸到台中港 因此要等到2018年9月 行政院才正式核定可行性研究 而这一年年底又引来了地方大选 林杰阿龙连任失败 新上任的卢秀燕市府 决定推翻过去四年的路网规划 恢复到比较接近先前 吴志强市府时代的样貌 在蓝线的部分 沙路市区的路段 从正南路改回到中期路上 同时恢复成高加段的设计 往大理雾峰方向的延伸线 改回过去往太平方向的规划 而台中市区的路段 则由明泉路 改为过去从未出现过的执行中港路 高架转地下的路段 由先前的国道一号西侧 再往西移动到国道三号的东侧 除此之外 部分车站的设置位置也有所更动 不仅跟先前林家隆市府有所差异 也跟在前面的胡志强市府不太相同 然而正当台中市政府 完成捷运蓝线的调整 在2021年3月向交通部提交综合规划报告的同时 蓝线行径的杀戮跟农景 正展开选区立委陈博威的罢明案 使得卢秀燕市府调整出来的蓝线路线及赚点 被质疑是在土立原在地立委严宽恒的家族 再加上交通部跟行政院的核定速度 明显较同时骑宋省的台北捷运环撞仙东环段 高雄捷运黄线来得慢 台中捷运蓝线就此成为之后2022年立委补选 2022年地方大选 2024年中央大选的工坊口水战 甚至流传台中捷运会自动被严加土地吸过去的图片 不过撇开政治因素 蓝线目前的规划真的有比较好吗 首先从争议最大的杀戮市区看起 胡志强跟卢秀燕市府都是以高价的方式执行在中期路上 然而杀戮市区的发展是沿着中山路、沙田路两条周线往外扩张 因此无论是杀戮车站或者是主要的商业区 基本上坐落在中期路的南侧 这也使得走在中期路上的南线跟台铁之间的转程会较不方便 林加龙市府的规划虽然往南拐进正南路 并且踩地下方式兴建 表面上深入了杀戮市区 但是或许是用地取得有困难 唯一的车站反而是设置在杀戮车站的后站 造成杀戮市区的民众要搭捷运的话 反而要大老远跨过台铁才有办法抵达车站 实用的便捷性可能还比在中期路上设置两座车站的 卢秀燕市府规划来的低 至于跟台铁间的转程 卢秀燕市府直接在杀戮路桥上方设置车站 跟杀戮车站的距离为550公尺 而林加龙市府规划的路线 虽然直接穿越杀戮车站下方 但是捷运站却是设置在西侧300公尺的地方 仍然有不短的转程距离 再加上目前台铁海线有高价双线化的计划 台中市交通局希望可以一并把杀戮车站往北移动 缩短跟蓝线的转程距离 另外一个扶上台面上的争议 这是不远处的正英路站 在林加龙市府的规划中 分别在静怡大学 宏光科大 正南路口南侧 设置车站 这三个站点也跟先前胡志强市府相同 然而正南路口南侧 目前只有零星几间景观餐厅 周边基本上都是划定为保护区 虽然过去曾有计划 要在这边开辟仓储物流园区 及大型购物中心 不过迟迟没有实质的开发 因此刘秀燕市府决定取消正南路口南侧的车站 往北移动到正英路口 除了选举期间争论不朽的图利问题外 移动后的结果也造成连续三站的平均距离不到一公里 远远高于郊区的设站标准 甚至市区也不见得会设得那么密集 台中市政府的说法是 宏光科大周遭没有主要道路 可以连接到西侧的住宅区 需要仰赖静怡大学跟正英路口的车站 来强化公车转程接驳 而卢秀燕市府这样的规划调整 也刚好跟过去BRT时代的车站位置相仿 其余的调整内容还包含了东海别墅前 国际街口的车站往西移动 安和路口设置车站 原先在台中市区设置在明泉路上的两座车站 往东北移动到中正路上 以及最西侧设置在台中港区的车站 因为港务公司反对机场设置 将车站移动到台17线临港路上 保留未来往北延伸到清水大家的可能 不过可能是因为远离了杀戮 除了诉求将东海别墅的车站移动回国际街口 并在由远南北路口比照BRT设站的声音比较显著之外 剩下的几个显得云淡风轻 跟过去的规划相比起来 卢秀燕市府的蓝线减少大量转弯 明显比较直接 过去台北接运为了提高转程便利性 环状线在板桥车站前后有大量的直角转弯 产生不小的噪音问题同时也减慢行驶的速度 而地下段的捷运虽然这些问题比较不显著 但是在弯道段离开道路范围使用到私有土地的话 还是需要依据深度给予补偿 在台湾地价持续高涨的状况下 也大概很难再出现大幅度穿越私有地 打造出平行转程的规划 目前台中捷运蓝线还要等待行政院核定综合规划报告 才有办法进入实际的工程阶段 至于开工之前会不会再出现其他的变数 可能要等时间才知道了